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再加息0.75厘,管港多間銀行,包括匯豐、中銀香港,02388,及渣打等隨即公布上條最優惠利率P,加幅均為0.25厘,估計其他銀行亦會陸續行動。 這次計9月後港銀第二次加P,兩次累計共加0.375厘,市場普遍相信美國加息週期未結束,港銀下月將會再因應美國上條利率,調升衣息。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提醒市民,必須對銀行息率進一步上升有所準備,再作出置業、按揭或其他借貸決定時,小心評估及管理有關風險。 匯豐及恆生,00011,今天起,是由5.125厘調高至5.375厘,中銀則於下週一開始,把B上條0.25厘,至5.375厘。 渣打及東亞,00023,也在下週一起,是由5.375厘,調升至5.625厘,加幅均為0.25厘。 上述銀行同時宣布,把儲蓄存款利率上條0.25厘,至0.375厘,存款結餘低於5,000元,普遍維持零息。 匯豐香港區行政總裁林惠雄表示,至9月上條片以來,1個月及3個月的香港銀行同業策息 ,持續向上,至今分別累積上升超過59基點和152基點。 今次再調升利率,除了基於對近日宏觀經濟的評估外,還考慮到貸款人的償付能力,以及向存戶支付利息等因素。 該行會繼續留意外圍環境,適時調整利率水平。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稱,聯儲局自3月起以加息6次共3.75厘,今次加息0.75厘,大致符合市場預期。 聯儲局表明往後的加息步伐將參考經濟數據。 最終的利率水平可能會較之前預測為高。 如果美國持續加息,港元測息勢在爬升。 雖然測息除美息上升的速度,和幅度最終取決於本地市場資金供求。 但市民必須對港元測息進一步攀升有所準備。 他重申,美國加息不會影響香港金融及貨幣穩定。 本港貨幣及金融市場保持暢信運作。聯匯制度一直行之有效。 升展香港財資市場部《環球市場策略師》李若凡指出。 原儲局下月及明年首季利率有機會再分別加0.5厘。 一個月港元測息將由目前3.2厘水平,到年底時升至3.9厘或4厘。 故美國下月加息後,本港銀行逐把B上條0.25厘。 他補充,本港剛開始加息,暫時對樓市衝擊並非太大。 往後有進一步行動,或會影響入市情緒。 中原案揭董事總經理黃美鳳說,銀行今次把B上條0.25厘後,以平均案揭金額約500萬元。 年期三十年,以及市場案式加至2.975厘計算。 每月供款將會增加667元至21,013元。 升幅為3.3%。 29月份及11月兩度加P共0.375厘。 每月供款提高996元。增幅達5%。 黃美鳳認為,P累計加幅0.375厘較為溫和。 加幅後市場案式了解乎2.875厘至3.125厘。 雖然聯儲局下月再上條息率機會很大。 為加幅或會收窄。 本港案式年內約處於三厘多附近。 明年美國加息步伐放緩。 同年步入尾聲。 屆時本港的加息壓力可舒緩。 經落案揭轉界首席副總裁曹德明預測。 本港銀行於下月美國以息後世再把P上條0.25厘或以上。 即今年合共加息超過0.625厘。 他直言,就算案式抽高到3厘以上。 相比過往形屬低息水平。 次次加息未見令公樓負擔大增。 由於加息持續。 未來一兩年的公樓負擔會逐步提升。 公樓人士須有長遠穩健的財務安排。 有意置業人士避免借盡案揭成數及年期。 而預留空間及備用資金並衡量自身負擔能力才入市。 在於 GRAZ, ziet出很多層次你 mét禁下來。 謝謝大家。 太問題… 我認識了。 歹 Immer。